我们好像少了一点路没关系 那非确定有限状态自动机是什么 那它就是对于读取一个字远 它可能有好几条路可以学 比如说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的P读到1的时候 我可能会绕自己一圈或者是往前走 那非有限状态自动机就等于有分身 就是它可以同时往两边走 那只要有一边碰到AC状态就算AC 如果两边走出去都碰不到那就是没有AC 所以有些题目就是如果你用NPDA 用非有限状态自动机其实比较简单 比较好写一点 就是刚刚讲的只要有路可以到AC就算AC 所以这边有个范例 这个范例是这个非有限状态自动机 它只接受AA 这个范例看起来很废 没有用更困难的范例 因为更困难的范例需要很多直笔绘画 那为什么要用非有限状态自动机呢 因为它相当于你要判断衣服的时候 它就是不管怎样的衣服 触跟POSE都进去一遍 然后最后再看结果就说明就好 就是它很强大 而且它比刚刚的东西还要好画一点 就是你不用管那个判断 就是能走就对有路就走 那这边有个问题是有没有 就是如果你的假设你今天可以平行走所有路 那会不会出现一个语言 是只有非确定性状态自动机可以判断的 就是有一个语言它只有NPDA判断的出来 但是NFA判断出来 但是DFA不能判断 对这个没有 很简单 就是对于一条可以走岔路的机器 我们总是可以做出一模一样功能的决定性机器 那它怎么做 就是它的做法就是 因为你往前走的时候 你就把你可能会停留在AB两个点 那你就创造一个点叫AB 就是把可以到达的点的集合 当做一个新的点 那你就可以创造一个有2的N次方 这么多点的一个DFA 来模拟出原来的机器 所以这两个功能其实是一样强 好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 正规语言是不是万能的 有没有一种语言正规语言不能表达的吗 那下面有一个例子 在我们在一开始介绍正规语言的时候就出现过了 那这个语言就是ANBN 那可以想想看 你能不能用正规语言拼出ANBN这个 判断ANBN这个字串 你会感觉怪怪的吗 因为我们正规语言好像不能记你到底读了几个字元 不要一直觉得有点尴尬 就是 就是你能不能做出来这个东西只有在我输入ABBB AAABBB这种计算中他会进入ES 剩下不是NO 不行吗 先想想看你觉得你做不做的 有一个规则是我们的 语言的自动GP是有限多的 它不能是无限大的 很糟糕 它就炸掉了 所以 所以我们要来证明的事情是这个事情做不到 那我们会用到一个简单的东西叫做PumpingLama 这个东西叫做PumpingLama太多了 所以它叫做PumpingLama for regular language 因为它在很多地方也有这个定义 这定义蛮无聊的 叫贡引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取这个奇怪的名字 这个引力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L是一个无穷级的正规语言 就是这个正规语言包含无穷多个自算 像我们刚刚的什么 A加B star AB就包含无穷多个自算 因为那个star可以生一多个 所以对于这种自算 对于这种集合叫做无穷集合 那如果L是一个无穷集合的正规语言 那我们就存在一个数字M 那M就是任意数 那你就可以找出说L里面会有一个长度大于M的自算 因为L是无穷集合 所以一定有这种无穷集合的 所以你一定可以找出比M还要长的一个自算 那这个自算你可以把它拆解 拆解成三个部分 XYZ 那XYZ会满足一些条件 第一个是XY会比M还要小 第二个是Y大于0 那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你能拆入上面那个东西的话 那你会发现 XYZ也会属于L 那这个很奇怪 我们来分析它一下 那M一般而言 我们设定它就等于自动机的状态数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 那 因为你想嘛 如果L是个正对预言 我就可以做一台自动机 那它会有M的状态 那这表示什么意思 如果我今天有一个自算长度比M 它有一个自算长度比M还要大 是不是 这上面的某一个格子就要被走两次 如果我今天自算长度是两倍的M的话 那这M的格子里面至少有一个格子被走两次 歌隆原理 我这个跳过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今天拿了一个比M还要长的自算 那里面应该就会有一个圈圈在里面 你就会在里面绕圈圈 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在绕圈圈前的叫X 那在圈圈里面的叫Y 圈圈后面的叫Z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这个自动机不能判断这个圈圈绕几次 如果我今天X后面接了YYYYYYY 它都要接受嘛 因为它就只是在里面绕圈圈绕绕去而已 所以我们就有了 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自算拆解成XYZ三个部分的话 那XYIZ它也会被这个自动机接受 因为它就是在里面绕圈圈而已 这样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自动机只有M个状态 如果我这个自动机只有10个状态 但是我要走20步 那里面一定会出现一个圈圈 一个环 因为一定要有一个点要走两次 那我们就把那个环状路叫Y 因为你在这东西走一步就是在字串上读去一个字 所以这表示我们在Y步 所以例是任意常的 例就是剩下的支援 就是表示我们走在里面的时候 因為我們在M部裡面就出現一個環 然後Z就是剩下你要怎麼走的時間 Y大於1的意思就是一定要環 不能沒力 那你會發現有線狀態自動機的缺點就是 他不能判斷我跳路是不是走過了 所以你可以再環一直繞繞去 所以M是任意 因為自動機你可以隨便給 因為我們要證明的是隨便的自動機都會這樣 所以這個證明必須要讓M是隨意的 XYZ的切法也要是隨意的 他只有規定小一等的M就可以了 小一等的M其實比較嚴謹 是吧 對 大於等M 因為他可以自緩 這個大於1 他可以證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拱引力去證明這個字不在正規語言裡面 正規語言不能表達它 那我們就用反正法 用反正法 我們就假設它是正規語言 所以它就會符合拱引力的要求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一台自動機 那這個自動機就有常數M 那我們就可以找出一個自算W 那W比M還要超 那它就會滿足拱引力的要求 你可以把這個自算拆解的三個部分 XYZ XY比M還要小 但是Y比0 Y大於0 然後 拆解完之後 XYZ 也會屬於L 也會屬於這個語言 這是拱引力的定義 那 可是 世界上就是沒那麼美好 我們可以拿一個 邪惡的自算過來 這個邪惡自算叫做 AMBM AMBM很顯然是L的自算 配一些 根據拱引力 我們可以把 AMBM拆解成三個 隨意的三個部分 那我們拆解成 AI AM-I跟BM 我們規定I要 我們規定I是 大於的名 就是後名 我是不是寫法 賣一下 我寫法 沒有關係 我這邊拱一篇改一下 這邊 有一點小修改 我要怎麼修改 等我一下 我改一下 這邊有一點小錯誤 編輯一下 編輯一下 有點前後不及 這個應該是 A M M I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他不會 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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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改成是AM AM-I 后面这是AI 因为讲解比较方便 你会发现 一件事情是 我XY有满足条件 XY比M还要小 这是对 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切法满足条件 切在XYZ XY比M还要小于等于M Y大于0 对吗 所以你会发现 XYI Z也要属于L里面 可是 W等于 X0Y0Z他等于 AM-I BM 这东西显然不属于我们的资方 就是你想想看 如果 你有一台自动机可以判断 AM-B-N的话 那 你就去 去数这个自动机有几个格子 比如说你数到M的格子 那你就故意 让A走M过 那你就会发现 这里面有一个环 那你就在这个环一直绕圈圈 那你A就可以无限度 那你就不能判断 A跟B的数量是不是一样多 所以其实正规语言它能表达的自善值是非常少 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能被正规语言表达 那这边就是用一个经典的例子 来检查说 AM-BN是不是可以被正规语言表达 那答案是不行 那其实很多东西也不行 那这个是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 如果 如果今天有一个自善是WWR 就是 呃 就是 它这个回吻 你给它看起来像回吻 偶数长度的回吻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正规语言 那 那这个很简单 你会发现它不是正规语言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 你可以设定 如果你今天有个 如果 LIN W等于AM BM BM AM 的话 如果你今天 弄出了这个自算 这个自算是L 这个自算在L里面 然后你又会发现了 你的正规语言不能判断 A是不是 AM是几个 因为你的AM 它可以任意多个 就是你的AM 它可能变成 AM-I 或者是 AM-I 那I 都是大于 大于等于1的常数 所以你打同AM 你就不能判断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判断这个自算 那 如果你做多一点题目 你就会发现 其实正规语言不能 不能拿来判断任何一个需要储存空间的东西 因为它根本没有储存空间 让你存放状态 所以 有这个瓶颈我们要怎么办呢 所以 这是垃圾 好 所以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更多种类的自动 那我们介绍的有线状态自动机跟正规语言是自动机里面最简单的一个 那它就是很简单的跳来跳去而已 那我们也可以帮自动机增加多一点新奇的功能 像下推自动机 下推自动机是什么 下推自动机就是 原来的自动机 再加一个堆定 再加一个step 就是堆定 我们在第一篇寒暄教的那个堆定 那 这个自动机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它的转移就很复杂了 它的转移要三个变数 第一个是 第一个A表示它要读哪一符 它自动要读什么符号 这很简单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它每一次转移的时候 都会从堆定里面pop的一个元素出来 然后你要根据它pop出来的元素转移 那第三步是 你每一次做一个转移的时候 你都要在堆定里面push东西进去 那 push东西进去之后 那堆叠就会多一个新东西 所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如果我们从Q1走到Q2的话 我们会把堆叠里面的 并应该pop出来 然后再把c放回去 这样可以解 ok 对面可以说 pop跟push可以是空的 那 pop跟push可以是空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 如果 这个堆叠的最下面 有一个元素叫z 就是预设一个元素叫z 如果你把zpop出来 那机器会直接当机 那当机状态算是no 就是 算是no这个状态 所以 所以就是你不需要做一些垃圾状态 就只要直接让它pop的一个v出来 它就直接 它就直接进去no 好 那这是下推自动机的部分 那 下推自动机有分成 确定性跟非确定性的下推自动机 那 这边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非确定性下推自动机跟下推自动机是 不同强度的 那 我们一般讨论的 下推自动机是 非确定下推自动机 就是 它可以 就是你可以做不操作的动作 可以 就是不谈元素 那 非确定下推自动机构成的语言叫做 上下文无关语言 叫做content free 那content free语言是什么 content free语言其实就是你们一般在写的程式 就是一般的程式语言都是content free的程式 因为你们想嘛 就是 你们一个函数是不是就是一个block 一个区块 一个区块就是里面很多个句子 一个句子就是 可能就是一个变数等于另外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要在一个分号 它都是一个东西在分解成很多东西 那一个东西要怎么分解跟它前面跟后面没有关系 就是你block里面要怎么写 不会因为 基本上不会因为你前面可能有宣告了一个方悬就改变 基本上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不管那个逻辑正确性的话 那基本上大多数的程式语言就是在讨论这种非确定性下推自动机 那因为模拟非确定性下推自动机太困难了 所以我们的程式语言都会希望把它搞成比较简单的形式 就是我们的程式语言基本上都只是 content free语言的一小部分而已 因为真的要全部搞出来是困难的问题 好 那非确定性下推自动机可以用来判断AMBN 那它的画法大概就像下面 因为它有一个堆叠嘛 所以你可以每读取到 那这边是 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不读取任何字 直接跳到Q1状态 那在Q1状态的时候 我每读一个A 我就在堆叠里面放A进去 那我读到一个B之后 我就在堆叠里面把A pop了出来 那有了堆叠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控制A的数量跟B的数量 一样多这件事情 那最后就是我把Z pop出来 再给我点去表示我堆叠真的是空的 那我就进入到ES状态 所以非确定下推自动机 它就多了一个堆叠里面有记忆的功能 就是比较强大 可是非确定性下推自动机 它也有缺点 它不能储存更多的资料 比如说我们 像我们这里可以解决A N B N 可是你再加一个 A N B N C N 下推 非确定下推自动机 就解不出来 那这个要怎么证明 这个证明也是用旁评的 不过这个就更麻烦 所以我在这边稍微不提 为什么你们看到的沟是白色的 我电脑里面是绿色的沟 没有 有没有 我看到的沟比较紧一点 我看到的沟比较紧一点 有没有看到的沟比较紧一点 所以这个证明我就不讲了 那比非确定下推自动机更厉害的机器是什么 那 确定下推自动机比较不厉害 土 木飞是传说中的那个 就是 土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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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土铃鸡是目前为止已知最厉害的机器了 就是目前并没有比土铃鸡更厉害的机器在世界上 那土铃鸡是1936年提出来的一个计算机模型 那土铃鸡是什么 土铃鸡就是 原来的有线状态的自动机 加上一条无线长的纸带 所以土铃鸡就是 你每次转移的时候 你都可以在这个纸带上面写字 然后可以把那个箭头往左边 左边移动或往右边移动 所以土铃鸡的转移怎么写呢 它跟下推自动机很像 就是你每一次可以读取一个字 然后在纸带上面写字 那我们假设那个字串已经写在纸带上面 就是你这个纸带的一开始就是 就是你的输入字串 那你就可以在纸带上面直接读一个字 然后你也可以写一个字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你的游标往左边移动或往右边移动 这个破烂机器就可以模拟出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很厉害 哦 比如说这是一个土铃鸡的范鸡 那因为这个土铃鸡真的奇葩难化 所以我觉得我弄个超简单的范鸡 那这个是一个可以AcceptAA的一个土铃鸡 那它怎么做呢 它就是在 就是你在纸带上面 就是把你的字串放上去 那那个零形就是空白字 一开始游标在字串的第一个字上面 所以 这个自动机怎么做的 这个自动机就是它没读取到一个A 它就 它就把A拿起来再放回去 读取一个A又写一个A 然后就把游标往右边移动 好 然后移动 一直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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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移动到最后面 到空白字远之后 它再读 它发现它读到空白字远 然后它就跳到S状态 就结束了 那 这个就是一般的普林机的概念 就是它的操作就是这么简单 那 如果你们有兴趣看更复杂的 更复杂的 操作的话 我要想一下怎么办 诶 我要怎么把挡 我要怎么把挡要真想到这个 我想一下 我现在要 五零机在哪里 对吧 你如果你们要 如果你们要一些奇怪的讲究 如果你们要一些奇怪的讲究 你们告诉我们 呃 哦 好想找到了 快哦 我看一下 比 喔 他没有找到 難道這個字不是嗎? B B C 0 B 還是這是I啊? 哼我 我找到了 我拿我老師的講義因為這個太難化了 你就知道這個東西畫圖有多困難 這就是更複雜的 用普林機判斷A人B人的方法 就是奇葩部長 這看了頭很痛 這系列最麻煩的就是你要畫那個圖 就是奇葩部長 那我們就不要畫那個圖 再麻煩 那有了圖靈機 我們之前有講什麼是一個演算法 演算法我們用圖靈機第一 如果一個東西是一個演算法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個圖靈機去實實這個演算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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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可以想一下你的電腦就是圖靈機 所以 只要你 只要你能用 扣著寫出來的東西都叫圖靈 所以其實圖靈機 非常的 用在我們的生活 那 還有很多猜想 像什麼圖靈猜想 就是 如果 一個問題可以被演算法解決的話 那就有一個圖靈機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猜想其實就是剛剛那個定義 就是 他覺得只要是演算法就是圖靈機 那這個猜想 普遍認為是對的 只是因為他的敘述太含糊了 所以他的證明並沒有很 他的證明到現在為什麼並沒有很 非常的詳細 因為他一開始的敘述 那個什麼叫可計算的這個東西 就是定義的太含糊了 那最後 我們想討論的是 圖靈機是不是萬能 就是我們有一個 世界上最厲害的電腦 它能不能解所有問題嗎 那你會發現其實 還是有些問題不能解決 像是 停機問題 停機問題 大家比較 比較常聽過吧 就是 如果給你一台圖靈機 問你說這個圖靈機 會不會進入無窮迴圈 這個問題是沒辦法被判斷的 那為什麼 因為 你總是可以做出一台 做出一根奇怪的機器 這個奇怪的機器 總是跟已知的判斷方法 剛好顛倒過了 它就會自己矛盾 那第二個比較簡單 第二個是 理法式問題 理法式問題 它有很多版本 那 這個版本 在我第一天上演算法的時候 也有稍微提出來 就是 如果有一個程式裡面的理法師說 他 是 他幫所有不幫自己刮鬍子的人 刮鬍子 那 這個理法師 會不會幫自己刮鬍子 對 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 如果你有個演算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 這個圖靈機不能提在對 也不能提在不對 就是這個問題答案不是 是不是 那答案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那 我們的目標就是 現在的一個目標就是 能不能找出一個比圖靈機更厲害的電腦 那目前為止是沒找到的 就是 如果找到 或許就可以 就可以 創造一個全新的世代 所以 最後面我們來提一下 什麼是P問題 什麼是NP問題 那 如果我們說一個問題是P問題的話 就表示有一台 確定性圖靈機 可以在多項式時間內解決問題 那 什麼意思 這就相當於說 如果你有一個演算法 可以在多項式時間內解決一個問題的話 那一個問題就是P問題 那 什麼是NP問題 NP問題 N不是非多項式時間 而是非確定性圖靈機的意思 就是 如果你有一台非確定性圖靈機 可以在多項式時間內解決這個問題 那 這個問題就是NP問題 那 這個問題就是NP問題 這換句話說是什麼 就是 如果你有一台 你有無限多台平行 可以平行運作的電腦 然後 你給一個算法 然後 在每一台平行電腦裡面做運算 只要 能在多項式時間內得出結果 就可以解決問題的話 那這個問題叫做NP問題 那 現在的世界難題就是 問說 P問題 跟NP問題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等下 就是 你能不能幫NP問題 找到一個P問題的解消 好 那 大家還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嗎 NP右面 有時候還有比NP更難的問題嗎 那 那 這個要化一下 呃 我們 我們先假設 我們假設 普遍認為NP不能P 普遍是這樣認為的 那 P問題如果是 這一團問題的話 那 NP問題 是 比他 比他更多的問題 對嗎 那 你們還有學過NP Complete 那 NP Complete 你可以想像是 NP裡面最難的問題 那 什麼是 那這個定義有點麻煩 我們先介紹NP Hard NP Hard NP Hard是什麼 NP Hard就是 如果 我對於所有的NP問題 都可以轉換 用 可以在一個多項式時間轉換 就是 你們可以把 你們可以把問題 換成另外一個形式吧 就是 比如說你會解 DFP問題 那你可以把 DFP問題的 一些地方改掉 比如說把 那個路徑常換成 什麼 方弦之類的 那 你把NP問題 在多項式時間內 可以變成的 那些問題 叫做 NP Hard問題 那 NP Hard問題 NP Hard大概長這個樣子 NP Hard 可是它可能比NP 就是你轉換的可能比NP問題更難 那 NP跟NP Hard的交集 這個叫做 NP Complete 就是轉換之後 它還是NP問題那些問題 那 這個NP Complete complete的定義 就是 因為我們有說 NP Hard是 NP問題裡面轉換而來的 所以 NP Complete也是 NP問題轉換而來的 如果你能把 NP Complete的問題 找出多項式時間解的話 那你就等於把 所有的NP問題 一口氣解掉 所以它說 NP Complete的問題 是很重要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奇怪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外面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 答案是有的 你的 停機問題 就在這裡 偷聽花粉 在我們可以解決的問題外面 還有一圈問題 還有一圈不能解的問題 那不能解的問題 是在輸我的圈圈萬一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 能不能找出一台新的機器 或者新的方法 把這一圈包起來 那就不知道 就是沒有人知道怎麼把握 那這個是 對於NP NP Complete 這邊定義的 稍微組織 這個東西可能對你們 寫筆式問題掉嗎 我是怎麼說 然後附帶一體 如果 NP Complete 如果 P等於NP的話 那就是 那就是 P跟 NP跟NP 就是同一個 同一個 就是 這個圖形就會變成 這樣 這一團是 P NP NP NPC 如果P等於NP就好 好 那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嗎 沒有的話 我們先到這邊好了 我們等一下還要 做一些奇怪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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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